大家好 我是Tim哥 二月份手機的大事就要開始發生了 包含MWC還有就是三星 固定在二月都會有發表會 今天就要來預測一下三星 在看之前 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打開 而且我有Tim哥生活副頻道 大家歡迎訂閱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的 其實時間過超快的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因為我們這部影片是農曆年前上的 祝大家打麻將 把把自摸 連裝 好不好 我們繞回來三星 三星其實老實說 他在2019年 交出一個非常棒的成績單 包含S10 Plus 還有Note10 Plus 還有他的折疊機 但折疊機 雖然在上半年度 也就是四五六月那時候 因為一些事件 所以有些回收他的一些樣品機 但是9月份也正式開賣 而且開賣後 反應也是蠻好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接下來他的二月份的發表會 我先講一下第一件事情 就是2019年的二月 那個三星都會在MWC之前都會發表 所以我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然後目前傳出來的時間是 二月十八 再來就是第二個 就是產品類的部分 以第一個來講 S11 我剛講的S10 是跟Note10 他們其實在 DXO Mark裡面的排行榜的前十名 都有這兩名的身影 也就是說他們的拍照其實非常的強 那再來就是二月他這一次 S11絕對是發表的重點 那以S10來看 他有發了三款 就S10 S10e跟S10 Plus 也就是說 我相信S11 目前應該也會至少發了三款左右 可能會有在一款5G版 5G不對啊 今年要很多5G啊 所以搞不好這三款只有S11的評價版 其實我要先繞回來 我不能再叫他S11了 因為目前很多市場傳出來 他的命名不叫S11 叫做S20 所以我就用S20來講 另外一派說法是 他也不想要追隨iPhone了 S11 S12 iPhone11 iPhone12 他是直接跳20 比蘋果還來的快一點 所以從S20開始 所以會有S20 Plus S20跟S21 那我相信S20 Plus跟S20 可能就是已經目前都是支援5G的版本 那S21 可能還是4G 他裡面 當然會有最新的處理器 就是高通的865 因為865處理器 在2019年的第四季 已經正式發表 而且他也支援5G了 所以865處理器 沒有意外會放進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沒有意外放進來的是 他裡面的多鏡頭 會有一個什麼 一億畫素 那一億畫素 這件事情其實在小米那時候 已經有發布了 那他這一次 一億畫素也會放進來 那他的背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流出的照片可以看到 他跟三星的A系列 就這個月開賣的A系列 A71 那個主鏡頭有點類似 那個排列法 就是一個一個長方形的框 在左邊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 那目前市場上傳出有四鏡頭 或五鏡頭 為什麼要這麼多鏡頭 他可能有一個 一億畫素會放在主鏡頭 他還會有超廣角鏡頭 然後還有變焦鏡 那甚至於會有Top鏡 這樣子就四顆了 那第五顆他要做什麼事情 我目前打一個問號 因為他說會有五個鏡頭 大電量的部分 也是他們這次的更新重點 他們這次會有 說實話 我現在 四千毫安時的手機 我已經不用帶任何行動電源了 所以如果放進了五千毫安時 我跟你講 行動電源真的是可以丟到旁邊 出國才會用得到 那他這次的螢幕 會比較不一樣 是他的螢幕的更新率 會達到120赫子 那為什麼呢 其實今年有非常多的手機 你都會很注重他的螢幕更新率 你也知道 在去年 什麼瀑布屏 左右的延伸 沒有瀏海 這些技術都已經有了 那接下來大家想要變什麼 但是他的螢幕的更新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其實在去年 跑最快就是華碩 因為華碩的電競ROG Phone 2 他的螢幕更新率 其實就是有他強調的點 那這次三星 在S20 目前傳出來是會到什麼 120赫子 就是剛剛我講的拍照的部分 他有可能在數位變焦 會到100倍的數位變焦 這個是S20的相關系列 第二個是大家比較期待的 其實我個人也非常期待 就是折疊機 那他進來的折疊機 就是Galaxy Fold的第二代 那Galaxy Fold 2 目前傳出來的螢幕尺寸 是6.7吋到6.9吋 他是這樣子 上下蓋的 有點像是貝殼的這種蓋法 那這個貝殼蓋法 三星什麼時候有 Samsung Anycore 我那年代 他就是經典的一個貝殼機的機構 然後打開以後 裡面都是螢幕 那這個是誰會有 Moto Racer 那Moto Racer 他在2019年發表後 其實好像 預購蠻好的 所以他延後發售 我個人建議是Moto 你要聰明一點 你要趕在Galaxy Fold 2 開賣之前就要賣 否則 兩個都是貝殼式的方法 三星贏的機率可能會大一點 所以Moto 我奉勸你 看了我這影片以後 趕快開賣吧 再來就是繞回來 他這次也有傳出說 因為你可以看到 Galaxy Fold第一代的時候 他是柔性螢幕 他在第二代 說實話 他放柔性螢幕是基本 但是 目前他們有傳出一個叫做 超薄的玻璃技術 如果這超薄玻璃技術有放進來的話 他的好處是 他不會有任何折痕 但我自己用Galaxy Fold 我覺得 我覺得那折痕對我來說 還好 我其實不以為意 那他在外面的部分 也會有個螢幕 但是 他搭載的鏡頭是雙鏡頭 我覺得搭載雙鏡頭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不認同的 因為Galaxy Fold的背後的三鏡頭 是跟S10 Plus 是一模一樣的鏡頭技術 所以我覺得 他的Galaxy Fold的後鏡頭 後主鏡頭 我至少要跟S21 就是平價版的鏡頭是一樣的 所以 目前流出的這個雙鏡頭 我是打一個問號 如果真的是雙鏡頭的話 我就是在三星發表會的時候 長嘴給你們看而已 這麼簡單 對不對 反正大家很喜歡看我長嘴 再來就是大家也很期待 就是Galaxy Buds的Plus版 那這Plus版 我覺得今年會有很多的一些耳機 真無線藍牙耳機 都會有降噪功能 那Galaxy Buds的Plus 應該就會有降噪了 而且他的這次的電量 一個耳機裡面 可能就會300毫安時 然後那個充電盒 可能會達到600毫安時 等於是簡單講 就是新款是Galaxy Buds的三倍的電力 也就是說長電力是好處啊 這樣子你就不用一直在充電 很麻煩 那他除了我剛說的主動可以降噪以外 然後還有運動監測上面 然後還有語音聲控這邊 應該會有有所琢磨 但我個人覺得他的外型長相 不會改太多 他反而可能就是在降噪裡面 那個入耳的地方 可能再增加進去 所以我覺得造型應該是跟Galaxy Buds 是差不多70%到80%左右 而且其實在美國 他們的消費者報告有說 這一次的第一代的Galaxy Buds 他的得分達到86分 因為他的音質表現低中高 都表現是蠻好的 所以其實我也蠻期待的Galaxy Buds的Plus 好 以上 但是會不會有其他產品呢 說真的 我很期待三星的智慧音箱 但是三星的那個Visbee 台灣好像其實還不能用 沒錯 所以我很期待三星的智慧音箱 在今年也可以導入 因為你也畢竟 我說的智慧家庭 在今年呢 我覺得發展性會還蠻高的 但這個呢 目前外媒是沒有流出相關的消息 以上就是我預測三星的 任務的話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